看看新闻网 新闻网络记者下午来到南京奥体中心时发现门口的售票亭正在贩卖当天晚上的演出票票价从380元到2013元不等 而据工作人员介绍除了最贵的那场票基本已经授庆之外其他的票还有很多余料 虽然是公开售票的演唱会但是因为有鸟书的到来所以主办方也是将秘密工作做到了极致不允许任何媒体进行拍摄 新闻网络记者在经过多方努力之后终于独家进入到了演唱会的后台 此时乘坐专属座驾到来的鸟书也已经进入休息室等待上场 与之前在上海时一样鸟书并不太乐意与大家打成一片 不仅将休息室的大门紧闭派了经纪团队加上当地的保安等十几人更是将休息室牢牢围住 绝不让任何陌生人靠近一步 当晚的拼牌演唱会总共有十个节目 鸟书原本被安排在第四个出场 但是由于当天进场的观众全部都集中在内场 而看台上则是寥寥无几 这让鸟书有些不高兴 硬是躲在房间里不肯出来 直到第五个节目才现身 鸟书原本是第一次来到南京 这就是我第一次来到南京 所以现在鸟馆还不高兴 所以现在鸟馆还不高兴 所以我感觉有点冷 这个比较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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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 尽管对出场顺序进行了调整 但是现场观众在看到鸟书出现之后 也并没有预料当中的兴奋 显然鸟书对于观众们的冷静不太满意 于是他想尽办法调动气氛 甚至还坐在地上耍起了无赖 鸟书一边说一边蹲到了舞台中央 观众们看他当真了也就不再矜持 开始纷纷有人站起来配合鸟书的表演 虽然中国观众对于鸟书的这一首冠军不甚了解 但是善于调动现场气氛的他也没有让大家失望 不仅如此他还在现场说起了中文跟大家套进步 有鸟书的地方又怎么能少了那首红遍全球的江南style 和风靡各地的骑马舞步呢 在万众期盼下鸟书终于拿出杀手锏 而对于自己的这首成名曲鸟书也是相当重视 当天给他伴舞的十个舞蹈演员也全部是韩国的原装团队 鸟书在台上起劲地跳着骑马舞 新鲁大线记者在台下卖力地拍摄 不过拍鸟书的可不止我们的记者 从好声音中脱颖而出的多亮和黄勇也是一副小粉丝的样子 对着台上的鸟书就是一阵猛拍 看到我们的镜头打了一下招呼之后 立马又继续专心地拍摄鸟书 看来已经完全被鸟书的魅力所折服了 除了多亮和黄勇之外 当天不少参与演出的嘉宾 在鸟书面前也成了小粉丝 总算见到活的了 觉得这个舞蹈太有意思了 还蛮想去喝茶的 是不是大家都争相的要跟他喝茶 遗憾了要下一次了 鸟书我觉得挺好玩的 非常的好玩 如果他这个舞蹈是长得帅的人去跳的话 一定不出彩 一定要长着他这种样子 非常好玩的样子 不过别看舞台上的鸟书热力四射 但是一旦演出结束 他便一如往常的 头也不回的 在十几位工作人员的护送下 离开了现场 鸟书一走 现场气氛明显低落了不少 直到压轴的张博之出场 才稍稍有所缓和 好 谢谢你们 我爱你们 身体健康 台上的博之卖力的演唱之余 还将自己身上穿着的那件外套脱下来 当场送给观众作为礼物 刚脱下一件外套 张博之又将挂在自己胸前的项链摘了下来 放在嘴上深深意闻之后 再次抛向了观众席 看来为了应对鸟书的抢眼表现 张博之确实是做足了功课 而在亲和力这方面 张博之也绝对胜过鸟书 面对星雨了在线的跟拍 她不仅不反感 还主动为我们送上新年祝福 这两位大排明星的参与 也让现场的观众 对最终的演出效果表示满意 在演出结束后 星雨在线也独家采访到了 本场演唱会的赞助商 因为是韩国品牌 鸟书也给足了面子 收取了友情价的出场费 月之前在上海某酒吧 唱五分钟净赚280万 相取甚远 说说价格 我们大概是200多万 参注这个活动 觉得非常好 应该说鸟书 比我们在电视看的更有更加这个 现场更加火爆 行为在线南京独家报道